就是老师用满满的爱教导我 让我每天都元气满满 孩子们用满满元气的铜音 念着感恩的诗句 他们没有历经921大地震 但老师提醒他们怀抱感恩心 师兄师伯他们就是用接力的方式 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草皮布满整个 我就是觉得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可以教导小朋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有很多人爱你们 将来换女人长大了 就是要去爱很多人 可以吗 可以 然而当年历经过921的孩子也长大了 也因为从小就接触慈祭 现在培训要当志工 行善跟行孝其实真的是不能等 所以才会想说今年街一起赶快着培训 然后跟着社区的师父师伯一起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中区的真善美团队下午也来跟上人分享 这位后里区的真善美志工陈聪林 去年罹患罕见血癌 仍然把握机会出班 拍下来回来的时候虽然是很累 但是我倒觉得说感觉好像我又回来了 他跟他弟弟有配对到 可是他那时候想说 又没有百分之百的能够治愈 所以他就放弃 那后来 后来我们就是有划清了这样的关怀 跟鼓励 后来他决定说要做配对 目前他仍还在台中慈激院治疗 上人也给他鼓励祝福 希望他能够继续为慈激写历史 大海新闻江丽君欧阳光辉台中报导 感谢观看